Hello 大家好 我是石月 说到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动画 Front Innocent 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 除了他每一帧都可以截屏 拿来作弊纸的超高作画质量外 便是他的制作周期和成本 直接拖垮了制作公司的业界意识 然而这部被誉为 黑暗动画界神作的作品 到底讲了什么 在剧情尚未展开的第一集中出场的角色 之间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问题都随着后续作品的开发终止 而变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名字 由于这是一部完全原创的作品 因此并没有太多的资料和线索 供石月去分析和延伸 有关这部作品的内容 不过好在石月 从与动画同步发售的设定集中 找到了一些动画中 没有明确说明的角色关系设定 算得上是对这部作品 剧情解说之外的有限扩充 石月会在后面的解说中 对这部分设定进行介绍 结合这些设定补完 你会发现 这部动画片的角色关系 远比他的画面更加炸裂 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部 我长大后要成为约翰哥哥的新娘 斑驳的树影下 稚气未脱的女主角菲 想坐在身边的帅气少年 表达着自己心中 稚嫩且美好的憧憬 约翰没有回应菲的心意 而是目光深邃的说道 我长大后想要离开这个村子 然后做一名医生 此时的菲显然并不清楚 离开村子对于他这样一位贵族千金 意味着什么 于是毫不犹豫地表示 会跟着约翰哥哥一起离开村子 然后对一旁身穿女服装的索菲亚说道 我们两个人都要成为约翰哥哥的新娘 对不对 索菲亚迟疑了一下说道 我会一辈子陪在菲的身边 画面一转 一辆马车穿过密林 行驶在风光秀丽的田园小路上 此时已是少女的菲 望着不远处熟悉的家族庄园 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然而一旁的树林中 当地最大的庄园主马克 正带着手下对一名富人进行羞辱 远远看着坐在马车上的菲 马克意味深长地说道 终于回来了 另一边在由菲的父亲迈克经营的庄园内 女仆们正在为即将举行的晚宴做着准备 在这个把奴隶等同于物品的悲哀时代 身为奴隶的女仆们 不但不会为她们那异常暴露的着装感到害羞 甚至还把自己被当作工具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听说菲回到庄园 管家和女仆们立刻列队进行迎接 菲与女仆们简单打了个招呼后 就兴冲冲地跑到了父亲的书房 虽然此时书房内的景象 让身为父亲的迈克尔有些尴尬 但身边的女仆和作为迈克尔情人的简却表示 菲已经是大人 有必要了解一下大人世界的秘密了 而菲的表现也证明了 她并不在眼前发生的事情 寒暄几句后 菲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思念 问起了约翰的下落 简告诉菲 一直没有看到约翰和索菲亚 两个人可能在菲的房间等她 菲开心地打开房间门 却不见约翰和索菲亚的身影 这时菲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来到了庄园的马厩 此时约翰和索菲亚 刚刚在马厩中练习完骑射 大汉淋漓的二人 见到归来的菲 激动得不禁相拥而泣 依偎在约翰怀中 轻抚约翰胸口的菲 不自觉地回想起了往事 原来当年年幼的菲 因为顽皮 失足从马上摔了下来 幸亏约翰舍身相救 才安然无恙 约翰却因为那次事故 在胸口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而这段经历 也在年幼的菲心中 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晚餐时 明明已经亲眼看到 马厩中三人练习骑射场景的迈克尔 却故意问起菲和约翰之前去了哪里 面对菲的迟疑 迈克尔笑着继续说道 一定是去巡视庄园的牧场了 菲连忙点头 并表示自己很喜欢牧场 看着餐桌上其乐融融的场景 在马厩中曾看到迈克尔的索菲亚 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以上就是Front Innocent第一集的全部剧情了 第一集主要交代了几名主要角色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 菲与约翰是恋人关系 而索菲亚虽然在菲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代替菲照顾约翰 但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的是菲 另外 由于菲的母亲很早就去世 因此简一直作为情人 陪在菲的父亲迈克尔身边 以上这些关系 乍看之下似乎还算正常 但如果结合设定集中 几个人的血缘关系来看 那就有点毁三观了 首先是 菲与约翰是表兄妹 而索菲亚则是菲同父异母的姐姐 只不过因为索菲亚的母亲是女仆 因此虽然索菲亚在待遇上 与其他女仆略有区别 但在庄园内依旧只是下人身份 菲只在没有外人的场合下 才叫索菲亚姐姐 而作为迈克尔情人的简 则是约翰的亲姐姐 也就是说 简其实是迈克尔的亲侄女 虽然后续故事重见天日的机会渺茫 但从第一集片尾的预告 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向迈克尔发出了晚宴的邀请 迈克尔虽不情愿 但还是迫于无奈 安排了菲和索菲亚前去赴约 从与会者的穿着可以看出 菲和索菲亚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 而晚餐上 迈克尔的明知顾问 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约翰又将如何从马克手中 夺回菲和索菲亚 答案或许只有七元大神自己知道了 最后介绍一下本作的导演 吉本辛斯 此人和七元之志 从中学时代就是好基友 之前介绍过的吉黑之意 云海利贤等作品 都是由他和七元之志 共同完成的 而他同时也是 女皇之刃系列动画的导演 熟悉十月的朋友都知道 女皇之刃系列 也是十月的本命系列之一 今后十月将会用几期视频 对这个系列进行介绍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一下 怀旧视频制作不易 还请朋友们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见拜拜